用圓警手拿一塊布要抓白鼻心 結果人才靠近白鼻心 立刻警覺迅速跑到貨車底下 那圓警繞到另一頭 白鼻心像在跟警察玩躲貓貓一樣 圓警追到打 他就往反方向躲 好不容易在眾人幫忙之下 終於抓到他 我是想說這個把他的眼睛蓋住 會動 小心 好 抓捕白鼻心就發生 在上個月29號 臺中有民眾在臺中豐原大道上 看見了這一隻小動物出現在馬路上 趕緊通報警方 圓警一到場之後 發現竟然是一隻白鼻心 疑似受到驚嚇在車道上逃竄 圓警立刻要路上所有車子停下 跟一旁的民眾一起圍捕 那過程當中 還有一名圓警被咬傷 做事順利將他給安置在紙箱內 民眾擔心其遭遇危險 以及影響用戶人行車交通安全 所以通報警方處理 好 這隻白鼻心警戒性高 只要有人靠近就會立刻閃躲 相當敏捷 圓警抓捕時就算有戴手套 還是被他咬了一口 那警方表示呢 不知道他是野生的 還是有人飼養逃出來 後續有聯繫上台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 轉交給他們檢查來安置照顧 那警方也提醒民眾在路上發現有動物受困或受傷 除了打伊林報警 也可以拨打台中市農業局野生動物救傷專線來尋求協助 可以拨打架去解決